你 婆婆妹 婆婆妹 冰冬挑战成功 加一分 快走快走 这秦教官和柳教官之间 活脱脱是一对史密斯夫妇 一冷一热 够拽够苦 我不敢打赌 他俩之间一定有故事 反正到目前为止 我见他们除工作交流以外 没有说过一句话 你是怎么看出他们俩之间 还有别的事情啊 除了工作交流之外 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这不就是故事吗 你不八卦会死啊 对啊 会无聊死 我劝你一句 还是少说教官比较好 斯丰 你怎么老是护着他们呀 你是不是也对男生教官有意思啊 幼稚 怎么了 谁干的 你告诉我谁干的 是不是那群男生干的 是不是那群男生干的 你不是我去找他们吗 小蝶 小蝶 你别去 你去了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你被欺负了 我不替你出头 谁来替你出头啊 那下次呢 不能每次你都替我出头吧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 野蛮人 要不这样吧 我教你 你教我什么呀 我教你变得强大 教你下次不会再被他们欺负 你说你要教我打架 准确地说那叫格斗 你只要握紧你的拳头 一拳冲击打到他下巴 就可以打赢他了 然后我被他们打得更惨了 你只要打得狠一点就不会了 又不是没在现实中打过人 你没打过人啊 打人算什么呀 我以前一分钟连斩七八十个人呢 现在还是出现的国父记录呢 厉害吧 挺 挺厉害的 我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打人 当然没有了 行 我拿下你吧 就像秦教官说的 格斗是必不可少的 来 现在 握紧你的拳头 这是本拳 来 手不过而止 握紧你拳头 好 这里握紧 一定要握紧 握紧拳头 然后呢 打人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两个指头打 如果用下面这两个关节的话 可能会伤到你自己 为什么用上面两个打人 下面两个会伤到自己呢 因为你上面的食指和中指指关节 会比较粗大 击打的时候不会受伤 而你的无名指和小指指关节 会比较细小 如果一不小心的话 可能会出现错位 哦 现在握紧你的拳头 假设你现在要击打我的脸 你把目标放在我脑后意志的方向 你一拳从下面往上触击 打我的下巴 击穿下巴之后到达那个位置 懂了吗 来 试一下 把腿打开一点 膝盖弯一点 眼神犀利点 要狠一点 好 试试 出去啊 你让我打你怎么能行啊 我从小就是跟别人打家打惯的 来吧 你又不可能伤着我 来 我手一二三了啊 试试 打脸 打瞎吧 你干嘛呀 你愿意一直做一个软蛋吗 你愿意被那些男生欺负吗 赶紧瞧一起来 来 把手举起来 握紧 刚教过你的啊 握紧握紧 打 出拳 一 二 三 你 他们这次是泼泥水 指不定下次又要泼你什么 坚强点好吗 没问题可怎么办呀 加油 来 我手一二三 来 要不行我可得我真打你了啊 举起来 一 二 三 你以为我真被你打呀 粉红帽 你先回宿舍啊 我去帮大家来个体谅 我说 这也太不公平了 你就是因为请假休息一天 没拿到积分 就被那个粉红帽给反抄了 本来回家的就应该是那个弱女人 对啊 算了吧 像我这样 就算坚持到下周 下周也得被淘汰 早晚都得淘汰 还不是回家吃点好的去 回来 回来 回 干吗去 见了面 连个招呼都不打 太不仗义了吧 说话呀 装死呢 回来 我哥们要走了 给我哥们道歉 说 给我哥们道歉 说回家的应该是你 说 说呀你 说不说 说不说 没事吧 我报了 你敢打人 看我不收拾你 没事 你干吗 欺负一个女生 你有意思吗 过来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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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吧 哭什么呀你 好 好 好 对了 你刚才那一拳那么狠 谁交给你的 火狼女啊 你跟火狼女也很熟啊 那她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 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说你是她的手下败将 哪儿有 摩托艇 电梯里抢箱子 那是她耍赖 不算哪 她是她的手下败 如果我们俩正面一对一 她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你们俩还挺像的 我和她 都只能当第一 不能当第二 这样不好吗 这样不累吗 反正我这次训练营 一定要拿第一 为什么呀 我要证明我是最强的 最有资格进猎火神盾 有火狼女在 很难吧 那我就击败她 你 你不还说要追她吗 那个是玩笑话 再说了 追她是一回事 竞争又是另外一回事